哈喽大家好,今天带来一部1999年的美国犯罪电影《笨贼妙探》 讲述了小偷把钻石藏在正在修建中的大楼 当他出狱,大楼却变成了警局的故事 影片开始,小偷·麦尔斯跟另外三个偷友合作 盗窃了一颗鸽子弹一样大的钻石 但其中一人星际哥却想独吞钻石 他打死了一个同伴引来警察 麦尔斯在逃跑过程中把钻石藏在了一栋未完工大楼的通风管道里 随后他就被警察抓住,关进了监狱 两年后,麦尔斯蹲完监狱重获自由 他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女友叙旧 但他的女友却厌恶他的小偷身份,不想和他复合 被情所伤的麦尔斯准备拿回自己的钻石疗伤 但他一来到当年藏钻石的大楼,脑壳就更痛了 因为当年的大楼如今居然变成了警察局 为了取回钻石,麦尔斯装作外卖员偷到了一个警察的ID卡 紧接着他凭借伪造的弹案装成新调来的警察混进了警局 麦尔斯准备溜进通风管道,拿了钻石就走 但阴差阳错下,警察局长真把他当作调来的同事 还让他和菜鸟警察小帅成为搭档 随后,小帅带着麦尔斯出去调查一起入室偷盗案 麦尔斯拿出多年来当小偷的经验 立马还原了案件真相,还找到了被偷的财户 接着,麦尔斯逛个超市,又遇到以前的搭档赛打结 他用钱买通了搭档,在其他警察面前逮捕了他 这下麦尔斯成了警局的名人,小帅也成了他的谜地 局长还破例把他提升成盗窃科的领头警官 但麦尔斯只想拿回钻石,他找到机会溜进通风管道 却发现自己当年用胶带固定的钻石不见了 他一打听才知道,之前热水管道暴力涌出来的水冲刷了通风管道 他的钻石肯定也被水冲走了 为了找到钻石,麦尔斯硬着头皮留在了警局 他利用遥控赛车,找到了被冲到政务室上方通风管道的钻石 但他还没来得及拿到钻石,就被派去调查博物馆的藏品失窃案 麦尔斯发现这些藏品一件都没丢,只是全都被打碎了 他立马推断出这是一起毒品走私案 因为毒贩会把毒品藏在艺术品里,方便入境 在麦尔斯的带领下,他们成功拦下一辆运毒车 麦尔斯又成了警局同事夸赞的对象 他也趁机留紧证物是拿到了钻石 他拿到钻石还没高兴几秒 突然出现的局长把他吓了一跳 他下意识把钻石丢进了毒品堆里 而FBI又赶来想把毒品运走 为了留下毒品里的钻石 麦尔斯提议用这些毒品钓鱼以便抓到幕后大boss 局长和FBI都觉得逐一可行 他们还让麦尔斯重囊卧底去和毒贩交易 与此同时,新机哥发现混入警局的麦尔斯 他暗中监视着麦尔斯随时准备抢钻石 麦尔斯装成毒贩来到交易地点 他趁机从毒品堆里取出了钻石 可新机哥突然拿着枪跳出来 要他交出钻石 这时来交易的幕后大boss报道书也出现了 他人多枪多,把新机哥也吓得不轻 报道书怀疑麦尔斯是个警察 他让麦尔斯打死新机哥以正身份 就在麦尔斯犹豫不决时 FBI的支援赶到了 报道书一伙人被抓了 新机哥却趁机带着钻石开车跑了 麦尔斯一个百米冲刺跳上了新机哥开的卡车 他的警局同事也开着警车紧追不放 但新机哥却开着车冲破关卡 越境到了墨西哥 麦尔斯也从卡车上摔了下来 这时FBI却说自己没有权限 不愿意跨境追捕 还是麦尔斯不信邪 他开着警车追了上去 还用催泪弹逼新机哥停了车 最后麦尔斯打伤新机哥 拿回了钻石 与此同时小帅也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 但他并没有抓捕麦尔斯 而是放他逃到墨西哥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